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歆文老師 在這個系列呢,我要教各位 如何使用便宜的材料 來製作自己的感測器 這個系列的影片呢 主要是要讓Arduino的初學者 或者是非相關科系的朋友 能夠透過簡單的方式 來製作專題的原型 那麼今天我們要製作的是 壓力感測器 市面上的壓力感測器呢 通常都使用軟性的薄膜來製作的 這類感測器的價格較高 依據面積大概落在兩三百塊以上 而且需要焊接 這件事情對初學者來說相當的不方便 那麼我們要如何製作 便宜到幾乎不用成本的壓力感測器呢 關鍵就是這個 鉛筆 鉛筆的筆心有個重要的成分 石墨 它能夠導電的特性 能夠當作我們感測器的關鍵性材料 那麼我們就來開始製作吧 首先我們要找一塊軟性的發泡材料 在這邊我使用的是巧拼作為材料 我將它切割成小塊來使用 拿一張厚紙板 用鉛筆塗黑 建議可以使用2B的鉛筆 因為它石墨的成分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將剛才切割好的發泡材料 在塗黑的瓦刃紙上均勻的摩擦 讓材料的一側平均沾滿筆心 盡可能的讓顏色深一點 這邊我有嘗試過使用一般的A4影印紙 以及蠟光的廣告紙 但是這兩種紙轉移的效果都不好 所以還是建議使用後紙板看看 接著拿出兩條單心線 撥線約3公分 讓內部的銅線露出 拿一張名片或者是稍微硬一點的紙板 切割發泡材料的寬度 將單心線貼在明片上 兩條電線需要保持平行 中間留下約1-2公分的距離 接著將沾滿筆心的發泡材料 使用膠帶固定上去 這樣子感測器就完成囉 接下來我們要說明一下這個感測器的原理 由於鉛筆內的石墨雖然會導電 但是它的電阻值非常的高 實際拿電錶來看看 可以高達一兩百萬歐姆 由於感測器上面是軟性的材料 只要在上面施加壓力 將兩條電線上的石墨壓緊 電阻值就會變小 施加的壓力越大 電阻值就會更小 藉此來測量壓力的數值 接著我們只要透過分壓的原理 就可以使用Arduino來讀取這個上面的數值 因為感測器本身的電阻值相當大 所以分壓使用的電阻值相對要大一點 至於要多大呢 原則上與你製作的感測器 差不多大小的電阻值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將感測器連接上 就完成囉 使用序列繪圖加 你可以觀察到數值的變化 輕輕的搓它 用力的按它 都可以輕鬆讀取到數值的變化 這個是我搭配Processing的畫面 這就可以很直觀的看到壓力的變化 這種感測器呢 它是透過泡棉的變形來感應的 所以在壓下去與放開的時候 數值會有些微的變化 這點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搭配喇叭 你還可以發出不同音階的聲音 由於感測器幾乎不會壓壞 你甚至可以將感測器壓在椅子下面 用它來感測坐在上面的狀態 如果你製作兩個壓力感測器 還可以像WayFate一樣 測量人體在椅子上的重心 這種感測器的數值還相對穩定 但它很容易受到外界電池環境的干擾 像我在操作的時候 同時將筆電插著充電器 會發現數值也跟著跳動 這種現象也發生在我拍攝影片時 旁邊的燈光所干擾 所以操作時如果有相關的干擾問題的話 可以試著將附近的電器先關掉 這種感測器既便宜 而且它的效果又出乎意料的好 是我目前認為如果要做壓力感測器 最好的解決方案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是應用 也歡迎留言在下方 接下來我也會不定期發這類型的影片 如果對自製感測器有興趣的朋友 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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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追看 插